大家好,欢迎来到向北的频道 之前我们和大家分享过谷歌的Chrome OS Flex系统的安装 这款系统呢,它是基于Chrome浏览器开发的云端清亮操作系统 特点呢,就是流畅、清亮,而且适合各种老电脑来安装 比如说你的Windows电脑、Mac OS电脑、还有Linux电脑都可以安装 尤其呢,像一些老电脑安装了以后呢,可以焕发第二春流畅的使用 那有一些朋友安装了以后呢,给我留言说 虽然可以流畅的使用,但是总有一些水土不服的情况 所以今天呢,我来和大家分享一款 非常适合中国用户来安装的清亮操作系统 它的名字叫做FydeOS 那FydeOS呢,同样也是基于Chrome OS来开发的一款系统 不过呢,更适合中国用户来使用 这款FydeOS,除了可以流畅的使用 以及支持各种老设备、老电脑去安装以外 它还可以使用安卓应用 这点呢,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都知道安卓应用的实验呢,是很丰富的 所以如果我们安装了FydeOS以后呢 可以在电脑上面去下载一些安卓应用来使用 而且呢,在FydeOS里面呢,还可以使用Google Play 在Google Play里面呢,也可以下载一些安卓的应用 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去安装这个FydeOS的系统 那我们在浏览器里面输入FydeOS.com 就可以进入到它的官网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FydeOS的网站啊 个人觉得这个网站做的是比较简洁且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那我们点击下方的这个下载按钮啊 然后到了FydeOS的下载页面 这里呢,你可以根据你电脑的处理器的新旧来进行选择 然后到了这个下载的这个链接的界面 这里呢,它有三个下载 第一个呢,它推荐通过OneDrive来下载 然后下面呢,有iCloud的镜像 还有FydeOS的镜像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这三个都可以 你试一下哪个速度快 你就用哪个啊 我自己呢,测试是用这个OneDrive 这个下载速度是比较快的啊 我就在这里直接下载了 好,那FydeOS的镜像下载好以后呢 下面我们来进行安装 这里呢,它也给出了安装指南啊 我们点击这里的这个安装指南 FydeOS的安装指南呢 也非常的详细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里 我们可以在这个刷写软件的官网 来下载好啊,这个刷写软件 不管你是Windows、MacOS还是Linux都可以下载 另外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个8GB的USB存储设备啊 就是准备一个8GB的U盘就可以 然后呢,我们进入到这个官网啊 进入到这个刷写软件的官网来进行下载 拉到最底下啊,拉到最底下 然后这里呢,有Windows、MacOS还有Linux的这个刷写软件的安装包 我们自行下载就可以了 我这里呢,以Windows为例啊 Windows这里,第一个是安装版的 第二个是便携版的 建议大家直接下载这个便携版啊 点击这个download 好,现在我们这个刷写软件下载好了 还有这个FightOS的镜像我们也下载好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把准备好的U盘给它插到电脑上面啊 把U盘给它插到电脑上面 U盘插到电脑上面以后呢 我们来双击打开这个刷写软件啊 打开这个刷写软件以后呢 首先这里选择我们的U盘啊 大家看到我这里已经默认它选择了我们的U盘了 如果说它没有默认选择你点击这里 然后选择你自己的U盘啊 点击选定就可以了 然后呢,在这里从文件烧录来选择我们的FightOS的镜像 好,我们来选择FightOS 打开 好 好,选择好以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现在烧录啊 点击现在烧录 然后呢,它现在就在刷写了啊 我们现在呢就耐心等待一会儿 烧录成功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拔下U盘 然后把U盘插入到我们要安装的电脑上面 然后再选择从U盘启动 我们就可以进行FightOS的安装了 那不同的电脑U盘引导的按键也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屏幕上的这些 常用的按键呢 有F11,F12,ESC等按键用来U盘引导 有的电脑呢可能需要在BIOS里面进行第一启动向的修改 所以下面呢,我也用我自己的电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当电脑通电开机后呢 连续按F11按键 这时候就到了选择U盘启动的界面 我们用键盘上面的上下按键来进行调整 选择到自己的U盘啊 那我的U盘就是第一个黑框里面的这个 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对自己的U盘 选择好以后呢 我只需要撬一下回车键 我们就会从U盘进行启动 那我再用我的这个电脑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进入BIOS里面来设置啊 仅供大家参考 那这两种方法 哪个方便你就用哪个啊 好,开机以后呢 我们连续点按键盘上面的Delete键啊 然后进入到BIOS 进入到BIOS以后呢 我们用键盘上面的方向键 选择到这个BOT选项 选择到BOT选项以后呢 我们再选择到下面的这个BOT Option1啊 BOTOption1就是第一启动项 然后我们来敲这个回车键 然后呢 我们来选择啊 用方向键来选择这个我们的U盘 那我的U盘呢 就是这个黑框里面的这个啊 选择到U盘以后呢 我们敲回车啊 敲回车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U盘作为了这个电脑的第一启动项 然后呢 我们给它保存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右边这里 有一些这个按键的这个解释啊 那当前呢 我的这个F10按键是保存并退出啊 F10是保存并退出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要保存一下 我就按F10 然后呢 我敲回车就可以了 那大家自己的电脑啊 要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 来进行选择 有的电脑呢 可能是F4啊 也可能是其他的按键 好 那这里呢 我就敲回车啊 yes给它保存 保存以后呢 现在电脑就会重启 重启以后呢 就从U盘来启动了 我们稍稍等一下 好 到这一步呢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语言啊 选择好以后呢 直接点击确定 然后点击开始使用 这一步呢 我们来开始安装FedOS 默认是直接安装到电脑上面的 如果说你想试用的话 也可以从U盘来启动 我这里呢 是直接默认安装到电脑上面的 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里默认选择全盘安装啊 我们点击下一步 点击安装 安装完成以后呢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提示啊 让我们关机 关机以后呢 我们拔掉U盘 然后重启电脑就可以了 好 现在呢 我们点击关机 并且拔掉U盘 好 现在已经重新开机啊 我们看到了FedOS的logo 然后呢 我们只需要简单的设置一下 就可以进入到系统了 这里呢 选择语言啊 点击确定 然后开始使用 这里呢 我们可以连接一下自己的WiFi啊 连接一下自己的网络 好 这里点击接受并继续 到这一步呢 进行登录或注册 使用手机号码 或者说使用邮箱来登录注册 当然也可以使用本地账号来登录啊 我这里呢 就使用本地账号来登录 点击这里啊 好 点击使用本地账号 然后在这里呢 自己创建一个用户名啊 自己创建一个用户名 然后输入密码 然后点击下一步 好 这里呢 就保持默认就可以 点击下一步 好 这里呢 我们点击开始使用 好 那现在我们已经成功进入到了FIDOS的桌面 实际上FIDOS的这个桌面 包括它的操作呢 和我们之前体验过的ChromeOS Flex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可以看一下啊 左边点击这里呢 是这个应用的菜单 然后下面呢 这里这个是浏览器啊 默认的浏览器 还有这个文件夹啊 都可以点击 那整体来说呢 它的操作是非常流畅的 点击这里啊 时间这里呢 有这个WiFi蓝牙通知 还有这个截取屏幕这些功能啊 这个截取屏幕呢 也可以进行录屏啊 点击一下 可以用这些啊 在这里切换用来录屏 它的功能还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 那FindOS比我们之前体验过的ChromeOS Flex更好用的就是 它本身还是支持安卓系统的啊 这样的话就会使FindOS更加的丰富啊 让它的应用更加的丰富 那我们呢 在使用安卓系统之前呢 首先需要先来激活安卓子系统 那第一次进来以后呢 我们点击这里的安卓设置 点击这里的安卓设置 然后点击这里的我同意确认启动啊 我们来激活安卓子系统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激活了安卓子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呢 基本上就跟我们使用安卓手机 或者说安卓类的设备啊 都是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应用商店里面啊 在这个应用商店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自行的去下载一些安卓应用 这里呢 有安卓程序 大家看一下啊 像大家常用的这些安卓应用 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 还是比较丰富的 那有了安卓子系统 我们使用FIDOS的话 就相对来说会更丰富 也更好用啊 毕竟安卓的生态是比较丰富的 还有这里的浏览器插件 大家看一下 也是比较丰富的插件 可以直接安装在浏览器里面 还有像一些网页应用 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 那除了在这个应用商店里面来下载一些安卓的应用程序以外呢 这个FIDOS它本身还支持Google Play啊 如果说你有Google Play的需求 也可以在Google Play里面去下载更多的安装应用 那我们如何给这个FIDOS安装Google Play呢 首先我们点击这个啊 点击这里 然后点击这里 大家看一下 好 然后我们把它添加到FIDOS 点击添加应用 好 这里显示已安装啊 然后我们打开应用 这里选择我同意啊 点击下一步啊 就一直下一步安装就可以 点击安装 好 安装好以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重启啊 好 那重启以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Google Play商店啊 大家看一下 那如果说你有Google Play商店的需求 就可以登陆Google Play 然后来下载更多的安卓应用啊 让我们的FIDOS啊 变得更好用 更丰富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点赞评论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